歡迎大家回到動漫輝物電台的Radio Dada 逢星期四晚八點半的時段就是這個AC Repos 收聽方法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直接上radiodada.com DeutschK 直接收聽 另外也可以去到動漫輝物電台的網站 www.acrubridge.org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阿文 我是梅阿朗 我是Connor 另外今天我們有位嘉賓 也請他介紹一下自己 我們絕對極速 大家叫我極速可以 極速兄 今天請嘉賓上來 我們有什麼猛烈要發放 主要是說回我們剛過去的一個 不是太酸的城市的小Event C3 那什麼叫C3呢 就是一個 sorry 就是一個人物 character 文化 culture 內容 content 的集合體 簡稱 那就是一個這樣的Event 那就是由這個日本 日本國的經濟產業省 和這個日本商品化權協會舉辦的 那他第一次衝出這個日本 來到這個香港的九剪的STAR HALL 那他一年就搞了三天 是這個4月24日到4月26日 如果聽此方剛才所介紹 其實這個展覽 雖然規模不是太大 但是背後意義是幾重 因為它是由日本的政府部門去策劃的 那大家對 未入場之前 對這個展覽 有沒有什麼期望 或者是經意有些target 那作為一個喜歡Lucky Star的Fans 那就很高興 台灣那邊的角村 就請了Lucky Star的作者 馬馬加美水鏡老師來香港 搞簽名會 那這個是令人相當之振奮的 那同時他也舉辦了一個 叫C三哥搖制2009的Event 那他一年三天就請了三個不同的單位 每個單位就唱兩場的演唱會 那他還有一個神秘的演唱單位 那這個就要抽籤 那我先說那幾個單位 首先就是唱這個Gundam 機動戰士Gundam 0000第二季的片尾曲 Trust You的Ethan由來 那其中一個 日本ACG界最出名的歌機 是第二天的 就是Lulminoni 那還有第三天 就是二十六號星期日 就請了中野婦女子Sisters 那他們這個組合就很有趣的 那他們做女裝的時候 就叫做中野婦女子Sisters 那他們穿男裝的時候 就叫做這個婦男屬 就不是婦男屬 是婦女的婦 男子的男 屬都是C屬的屬 那他另外就有一個神秘的嘉賓 就是SKE48 那大家有沒有看過哪一場 應該沒有人可以看完這麼多場 那這個就是我們 為何要請嘉賓上來的最主要目的 因為我的愛已經燃燒在 微水鏡老師那裡 那你還不是 當場 這個我一會兒說 我們先說了演唱會 所以就要找一個外援 有看過其中一場演唱會的嘉賓 極速先生上來 對 其實我自己說看得多 又不是看得多 我完全是衝著 林Minami的演唱會去 還有我只看得多一場 也不是說看得多 不過他給我印象頗為深刻 因為其實之前就沒有試過 有日本那些 即是這一類日本的 這一種的ACG的歌手 就是這樣來香港唱 還有他還有一次過唱十首歌 印象頗為深刻 十首?他整個表演過程多久 其實講也不是很長 他有遲入場 又比你早走 那時間上 他講也講到六點半到八點半 但實際上他開始是七點鐘 完結的時候八點多 一個小時多一點 一個小時多一點 挺聰明的 他知道香港人慣得遲到 是啊 那第二場 他的時間都應該是這麼準 主要是第一場 就蝕了給他 真可憐 我真可憐 我是第一場 他又不是 其實入場時間和開場時間 是可以不同的 他比你六點半入 但他七點鐘開場 你有沒有看 我沒有看 因為就不到時間去看 第一次親身看到這位歌姬的演出 感覺如何呢 我覺得 我應該感受我自己在香港出生 為什麼呢 香港地方很小 原來會場真的很小 他是一個康的地方 實際上 原來我是抽頭三排的 第三排 我們第三排最近中間 但我跟他想 距離不到五米 不到五米 一來他那麼近 二來就好像很眼前 如果我去日本或者那些 九展那些 普通的演唱會 不會那麼近 通常都會有距離感 這個就完全沒有距離感 這個比我印象深刻一點 第二樣就是 原來第一排那些 第一排有一班人 他們原來事先就好像計劃了 他們有一些 例如到場要怎樣召喚 他好像上個星期 又曾經搞過一個活動 就好像在中大那邊 就播了 好了 他們還有人準備了一包包的律子 應該是那些 賣那些堂的地方賣回來的律子 那些一包包即食律子 摸了學那些 摸了一包包即食那些 大家說 他們的C3是很特別的 他們總共分了九種票 是九種 那他們怎樣分九種票 他們首先就有 30元的普通券 60元的VIP券 還有300元的演唱會 超級VIP券 名字我不清楚 那他們怎樣再分三種出來 就是每一天 他們的票都是不同的 結果就分了九種票出來 就很厲害了 那他300元的票 理所當然是包包一場演唱會 那他60元的票 就是這個VIP的前買卷 那60元和30元的分別 就是多了一塊豆腐人的公仔 這個東西值30元 其實我不覺得一塊值30元 那我想問一問阿極速 是 我知道阿陸林是第二天來表演 但是你好像是第一天都有去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很神奇 這些活動 我原本 其實他的東西不是很多人看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三天都去齊了 很奇怪的 就是想知道為什麼你第一天會去 是啊 原來他的官方安排是很奇怪的 那 我覺得也是頭兩天 就是 開場 臨兩天之前才知道 原來他第一天就已經被你可以畫完 之後這麼多場演唱會的票 因為你買票的時候 原來他是沒有畫位給你的 即是你不是早點買票 你又坐前一點 不是的 原來我們前兩天才知道 是他二十四個開始 開始給你畫位 先到的 就畫前一點 所以我就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大領落 唯有早點去排隊 約了幾個人一起去排隊 就知道畫了前排 然後想著第一天就順便去賣 看看有什麼 畢竟第一天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搞 去看看什麼環境 其實你都沒有什麼人對這個很大期望 對這個C3 主要是 都是想看 即是你是有目標去玩這個C3 對 例如我的 一定是無論如何 美水鏡簽名的 其他有些人 即是很喜歡律林 就是看律林 主要都是 即是我覺得這兩個範疇 已經是吸了最多人 其實我當初都心大心勢 去不去好的 多得我們的戰地記者 戰地主持 此方興 一直在會場上 現實 學世你很多 你在我心目中是偉大的 就是多得你報道 那我聽你講一講 又好像值得去 那我就最後一天 你是不是給我點了呢 結果 不是 我真的要多謝你一聲 如果沒有你介紹 我就沒有去到 那我就很保守 買普通三十元入場券 但是你一塊豆腐 是的 這塊豆腐怎麼來呢 一會兒告訴你們 那你現在先說 一去到那時候 其實就經意 那些官員宣布 SKE48 快要開始表演了 叫他們去排隊 那我就想 人家日本遠道以來 都應該去看看 人家的表演 還有這個組合 這麼大棚人 又是 那你講一下SKE48 是的 結果決定花大部分時間去看 我覺得真的 莫說是三十元 就算給六十元 只是看他們表演 都經意值回票價 因為 這類組合 雖然說 是 屬於師妹 就是 另外那隊 AKB AKB48的師妹 但是他們的表演 也完全不合格 你會感覺到 他們的排練 那個 表演的精神 是非常集中的 這樣 是有熱情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 哇六十元也值得 聲色藝俱全 還有Fizzle 還有Focal 還有Focal 還有Dance 都是升得爆聲 好像都成有八至十首歌 八至十首歌 八至十首歌 因為我遲了 我懷疑自己聽 留了一兩首 因為他們那組 有十幾個 類似《Morning 2》 那樣 不同人的組合 就唱不同的歌 過場之中 我就不斷換衣服 真的等於我們平時 在香港紅館 看一些歌聲 那種表演的風格 還有這個豆腐人怎麼來呢 本來要買六十元票才有 那看完SKE48 他們的表演之後 臨走 大會也都每人 進去的觀眾 派一個 特別版的豆腐人Figga 這樣買六十元 都很不值 不是 他們有兩個 會變成 怎樣叫有兩個 買票的時候 已經馬上送一個 這個也是很不值 對 很不公平 我不說了 你不夠愛 沒有關係 你才是受到欺騙 對 買六十元那些好 不值 我其實就是一個受害者 不是 你就是第一天去花市買桃花的人 你先買先 那我現在不是去花市買桃花 這個不是桃花 這個不是桃花 這個不會借 對 不會借桃花 因為你越早買越新鮮 才會越貴 先玩越快 看完他們的表演之後 還有少許時間 會場繞了幾個圈 亦都發覺 正如此方所說 人流沒有其他的動漫節 活動那麼多人 走得很舒服 我想問一個很帥的問題 我知道 星期日 他的C3是8時收 但他這個SK48的歌謠祭 是到7時45分 就是在這15分鐘就轉到最後一個圈 難怪小人 他開始之前我已經繞了一陣子 接著就先看一下環境 又撞了熟人 因為我聽到你說有真人版的Kelola Cosplay 我忍不住要去看看拍照 真的挺有趣 你也看到的 對 還拍了一些照 其實那裡差不多是最吸引最多人流 每個人都是排隊想和這兩個迷你的Cosplayer拍照 過程都挺歡樂 極速你不是沒有看到嗎 其實我簽完美水老師簽名之後我走了 不是不是 去了三天的 但是 不過我三天都早走 我三天都早走 還有一如很多人所料 會場上賣的大部份市面都有 當然個別就會特價去促銷 這個我就奪得你 這個簡直是痛心疾首 這個裡面有很多檔位 都是之前未在香港擺過檔 以及你在坊間都比較難找的 例如Cospa 當然你在香港也會買到 另外一個比較難找的 就是我實際上是 日本的富士急樂園 他都用來擺這些檔 他是賣去裡面 他賣去裡面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 Gundam的 那些 那些 遊玩設施 他裡面有些特別的精品 是 本身是富士急師妹有得賣 他都有些精品拿來香港買 場內限定 是的 即是他那邊限定 他都放過來買 我都見到一些小量是場內限定 例如白色的單車 那個好像不買 我見到有人買了 他好像有標價 但是 很奇怪 接合式單車 我在想 其實他上面寫著 日本國內限定 但為什麼又來這裡擺檔 這個不重要 我覺得奇怪 在美水老師的簽名會 我也答中了一條問題 我拿到一個鎖匙扣 是需要關東限定 我覺得 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就有 一去的價值 所以 都是因為美水老師 大家都有入場 看完之後 覺得值不值得 推薦給其他人 來年 再去遊玩 我們是說完了 還未 還未 絕對推薦 我覺得 不像其他其他活動 例如王馬一節 那些基本上是散火場 但是這個活動 你很明顯看到 他們會展示一些東西給你看 它不只是散火 所以一來人流不會太多 二來你看到的東西 你不會在坊間也有 這麼容易看到 我覺得 是最值得去的原因之一 阿文我覺得你應該先申報利益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C3 根本是一個Gundam Show 我走到哪裏都看到高達 但是 你作為一個高達迷 我覺得你應該 對這個感情上 會加 至少超過50分 利益衝突 那又不會的 說到高達 裡面都有一件事 令很多朋友 真的有初體驗 就是這個 戰場之伴 阿這個 阿這個 那條隊真是長期 嘩厲害 長期看到人龍 已經排幾個小時 這個我可以說一下 我可以告訴你 實際是排一個小時 因為我去排 不不不不 這個我可以先說一下 好 那我第一天 我當然一開球 就衝了去 各村的BOOTH 那裏 馬上掃了我要的東西 然後我就 很絲絲圓地 開始 游游走 走這個 走這個C3 那他戰場之伴 是 編到他最左邊 那我當然是 順時針地走 我走到他 戰場之伴那裏 那我看到 嘩很棒 又可以免費出街 又可以免費打店 平時在街上 出卡和一局 是甚麼價錢 出卡25元 出卡25元 玩一局35元 那當日就可以免費 所以你出一張卡 就已經省回25元 又可以拿回5元走 不是你多給5元 只是 即時做了這個登記 就可以隨便買賣 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要特意說 首先 因為我第一天 去這個時間組 很快就搞定 接著就去玩 我還可以很厲害地 玩到一局戰場之伴 還有出了一張卡 之後我再等我的朋友 來 大概兩三點 然後 我們都是這樣排 因為之前有排過經驗 我以為 都是可以出一張卡 然後再玩一局 然後去到 才知道原來那天 第一天 之後那兩天 我真的沒有興趣再排 我不知道 那一天 是輪酬到晚上10點 4點去到那個位 即是去到出卡那個位 然後他跟我們說 要輪酬到10點 10點才可以回來玩 那最後你的決定是 那我在那個 其實C3 他是STAR HALL 我們好像一直都沒有說這件事 STAR HALL 就是星會堂 那現在很多明星都會在那裏做演唱會 但是他出了名的場是很小的 那你一個這麼小的場 你 我想有沒有回展 漫畫紙 簡單一點 他有沒有四分一個HALL 那麼大 肯定沒有 肯定沒有 六分一差不多 六分一 那你在那裏 你可以飛到多久 說真的你走一圈 你走一個圈 不需要十分鐘 你是每一個攤位都走完 拍照 那可能要十分鐘 但是 走得了 好發紅 一定走得了 趁那段時間 沉親 看看有沒有一些熟人 所以 這個是 我覺得 都是一個得證 第一個 他的場是少人 還有他 會去那個場 那些人 是很集中 就是那個族群 很集中 那一堆人 走兩步都見到熟人 沒錯 其實真的 挺好走 非常之開心 小得來好像很充足 這樣說 充足 就 在高達方面充足 都是想 提到這個 高達宅以外的人 就會被悶 小得來 例如 台旁 有四間動畫公司 分別是龍之子 Production IG TMS 和Hell Filmmaker 這四個攤位 可以說是整個C3最頂的四個攤位 特別是龍之子 和Production IG 長期是沒有人坐在那裡 龍之子後來有人坐在那裡 但Production IG 我去了兩天 第一天和第三天 要是我要抽美水鏡 不停 Eversa 我從來都沒見過 有人在那個攤位 留守 即是有工作人員 他那裡是有張空椅 還有一個玻璃的櫃 就放了兩本關於阿井守 一套新作 Skycrawlers的動畫電影的書 他攤了出來 就放了在玻璃箱裡面 另外就有一個 Pasma電視 我不知道是不是高清 他那個Pasma電視 一直播著 現在最新的Production IG的動畫 東之伊甸 我們這個節目也有說過 就是這套動畫 而且他也會播放Skycrawlers 其實沒有東西看的 整個Production IG的部門 就是一張椅子 一個電視 一個櫃 即是有點頹擺 我覺得他是直接浪費錢 不是 他是不是被C3焗了 他焦著要擺攤 我覺得他是有心 那個攤位也要付錢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他這次是日本第一次 政府來搞C3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政府那些人 是遞了相 或者親自要求那些參子商 你過來 難得要海華交一次 買個面子給他 我多次賣面子 其實細心分析 是有點奇怪的 因為這幾間公司 他不是每間都在香港 有直接的生意 他有沒有代理呢 很多時候 Sunrise都沒有 Satellite都沒有 所以 你見到他放上來 不會太盡力 我先講一講 TMS呢 可能大家不太熟 其實他 他播的影片 經常都不停播著星矢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我也見到 TMS呢 他究竟是家什麼公司呢 他主要都是做這個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外銷發行的 以前 可能看足球小將 無線播的那些 他經常 他不是播日文OP 不是 首歌都是日文OP 但是 他的名字 玻璃麵具也是 他的名字 全部都變成英文 但是 最終打的那些 就是TMS 某程度上 他就是一個 代理 幫忙分發 就是外銷 主要負責 所以 他們不會有太多 例如 類似其他 有產品賣的 Sunrise 你會見到 有分別 Sunrise其實 都沒有產品賣 不過他真的 做得很美 有誠意 感覺到 Sunrise 那個Buff 真的不是一個攤 他是整間 showroom 那樣 他中間 他四面牆 他一面牆 就播出一個 很大的 Plasma 高清電視 他有時就播一下 《村遇世的少女》 是Blue Ray碟 或者播 《Gundam 0000》 的第二季 都是Blue Ray 看得 我們很開心 我們終於看到 GN粒子 一粒一粒 很有層質 逐粒散開出來 我們平時看的畫面 就是我們平時 一邊追開的畫面 大家都明白 你只看到一堆帽子 什麼 有什麼 我會告情注意自己 其實很難要他們做更多 因為他們一來不是直接的商品 Sunrise是做得很好 是很難以置信 我說了一面牆而已 另外三面 他左邊那一面 就放了Blue Ray碟 下一個而已 放心 然後他有個很漂亮的 《村遇世的少女》 的大頭相 放了一張高 他後面那一面牆 就厲害了 就是這個高達動畫的年表 就是他由1979年播放的 《First Gundam》 一直有什麼 SD高達 其他TV版 一直到整個年表 一直到Double O的第二季都有 我拍了相片非常有型 然後他的另一面牆 也很厲害 就是Sunrise 除了高達之外 所有的名作 當然 他不是 有些作品 我不承認他是名作的 那個Idle Master Sanolessia 我絕對不承認 那一套是一套合格的 或者是官方認為是名作 這作品是什麼 根本沒有出現過 沒有啊 沒有出現過 我忘記了那套這樣的動畫 我忘記了那套動畫 這個 這個我也不知道 就是四面牆 跟著他中間都放了一些figure 大家一進去都會留意到 有一個ZERO的面具 很有型的 就是老老修平常戴ZERO 那我就完結完頭 就好像電單車頭盔一樣 也不是 我不是說錯話 總之 你覺得老老修 ZERO 那內容是蠻酷的 那都是全個頭盔 那你要拍出來 我們就看到 Sunrise 和那四個龍之子 普登商Ig 哇 真是天和地比 嚇死人 真是很厲害 另外在那邊的檔口就有幾部OO的實體模型 最多人在那裡拍照 我拍了一張照片是BANDAI 因為那邊是要賣公仔的 再後面就是戰人之本 這邊就是左邊的高達角落 右邊的高達角落 右邊的高達角落也很厲害 它有一間叫MediaLink的公司 它賣了一些東西是很GAP的 除了我用GAP之外 我都不能用其他字來形容 它第一樣賣的就是馬沙眼罩 第一輯高達的銀色眼罩 那個東西賣40元 是不是放入冰箱那隻 什麼放入冰箱 我曾經抽獎中過一個馬沙的面罩 原來是冰敷的 那是敷眼的 裡面有些水 有實際用途 是有實際用途 是值40元 我都認識別人買了 我看到有人戴著 周美醉好像簽名 那時候 很厲害 然後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USB hubs 那USB hubs有什麼厲害的呢 聽著 就是這個 FIRST Gundam裡面 阿寶的爸爸瘋了之後 阿寶就去他家裡找他 阿寶的爸爸 就偷了一個盒子 就跟阿寶說 阿寶你拿著 這個會增強你高達的性能 增強很多倍 增強5倍 那就是 他賣的商品 就是這個盒子 其實是一個USB hubs 這個好像是賣 100元還是90元 這個就沒有適合人買 因為USB hubs 你值不值這個價錢 你純粹對那套作品的愛才會 你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責性 你那樣東西真的很膠 當然是有膠 但Bandai做生意真是無孔 它不是Bandai 是MediaLink的公司 那這邊就是主要的 主要的 右邊的高達corner 那它的存在 是沒有什麼那麼大的 是沒有左邊 有戰場資本 有Sunrise那麼大 但是只是這兩樣屈肌的貨品 應該都殺光了 是 變成那裏 很多人都可以消 就算不買 你只看它 製造出來的產品 都可以消磨你不少時間 再加上中間的光榮廠 它在推高達無雙 左中右都殺光了 所以就好像你剛才說 它四圍都看到高達 差不多變成了高達 但除了高達之外 它有 戰場資本 人龍固然厲害 另外有條龍 也厲害 就是夾公仔機那邊 哦 是啊 夾公仔機它說 什麼場內限定的公仔 五元夾一次 因為我對這個夾公仔 實在有點絕望 免疫力 很強的免疫力 所以我只是拍了旁邊 機戰那些機體 OG那些機體 那我那裡是不思一顧的 那不如我們說一下 對我來說的重頭戲 是啊 美水鏡老師的簽名會 那裡的活動 都吸引了很多粉絲 去注足參觀 是啊 當然 包括 我們說一下 我們說一下 那 首先 它的功能 應該是 1點正開始 那 我 因為我第三天去 那天是第三天 那我知道都沒有什麼 那我戰場之伴又輪不到 那些人已經霸了 那我只是很頹地打 PSP版的戰場之伴 那是消磨時間 那我打到夠了 差不多夠了 那時候 我看到那個State前面 都已經排了人 那我其實都是 差不多 都不算最美的 都很美 那我還沒有 今天嘉賓 極速美 我想問幾小時去到那個mini stage 其實我很早已經去到 但我打算是有預謀地排到最後 何解呢 因為我有第二些東西要準備去簽 還有很多東西想跟他說 不是 你結果有沒有給他簽過第二些東西呢 我想知道 這個我對我來說很怨念 不過你先說 這件事我要保持機密 OK 有沒有簽到我就保持神禮 那我沒有所謂 因為我只簽了一塊簽名板 很傷心 其實排得每個人都為了簽名 那樣工作 其實他的工作 我問了 我一直由第一行 第一行 就是派 檢查你的那張券 那個工作 到美水鏡老師旁邊的工作 都是說不讓你簽其他東西的 只有簽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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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會 因為他日本官方那邊 可能台灣那邊有什麼命令規定 所以他可能被人簽了其他東西 就算簽了都不可以公開的 我看會場裡面其實有其他人 他有人被他簽了一部Netbook 我看到有人成功簽了 Netbook我覺得這件事 可能他沒什麼所謂 但可能簽了一本書 他的價值又升價十倍 未必肯簽 可能拿來賣 對 我覺得他是怕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好處 我只能夠承認 我拿了一本打一旗 拿了我的脂肪肥碼 給他簽 他不簽 他不簽 算了 始終可能是場合 或者主辦單位上的限制 當然在我前面 我大概排100名左右 我前面的100人 都是沒有簽其他東西 你有沒有跟他說你想簽 當然有 我用日文說 怨念留在網上繼續發誇 那天好像有些重點 一個小活動 問答比賽 過程又如何 這個過程 不如我們先說美水鏡出場 美水鏡先生出場 有一個女兒的思儀 樣子就不說 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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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提到極速先生 他就要我們很興奮地叫美水先生出場 然後叫完之後 怎樣叫就不說 就問了幾條問題 當然 我逐條逐條問題說 第一條問題應該是問美水老師 這是第二條 因為我太急了 我先說第二條 美水老師 他的角色是用什麼 在哪裡取材 是他自己 美水老師 就答是 在他生活日常裡 去吸收這些人的體驗 然後我現在記得第一條 是什麼 就是 我應該是第一排的人 第一排 就有一個 就一班人 就 很有怨念地 遞了一個巧克力拿的麵包 就問美水老師 究竟 哪裡是頭 哪裡是味 任何一個看過Lucky Star的觀眾 都會清楚 第一話的名場 就是這個非常前的名場片 結果 美水老師 是咬了一口 細那邊 我不說頭還是尾 細那邊 我認為美水老師 覺得那邊是頭 然後就厲害了 這個是第三條問題 不好意思 這條問題是我問的 究竟這條問題是什麼 就是 但是我真的很膽粗粗地問 美水老師 究竟會接受什麼方式的求婚 原來是你問的 原來是你問的 原來是我問的 這條問題 全場空洞的 全場空洞的 因為 美水鏡老師好像 我們首先講講 這個梗的來源 他在我們簽名 即是我們C3簽這個簽名會之前 美水老師曾經在台灣 都舉辦一個簽名會 美水老師 剛才也想說 是一個男性的漫畫家 他就被一個男性的讀者 向他求婚 那 美水老師就很尷尬地說 不好意思 我是男生 那 那 這個結 就成為一時皆話 那 那 連美水老師在他Lucky Star第六期 最生氣 都還出來 很厲害 那 那 這個問題 就令到 美水老師很困擾 他想了 不知道 五 應該有三四分鐘 沒有五分鐘 那 結果 就要 剛才 極速說的那個老 那個台灣來的編集長 就要我用普通話 就問多次這個問題 解釋給他 就是給他聽 因為其他人 只是聽廣東話 那他解釋得不清楚 那 結果我是用台灣 即是用國語 美水老師到底會接受什麼方式的囚訓呢 那 那就 真的再問多一次 就很活該 那 結果 編集長都很聰明 很有公關技巧 那 他就問我是男生 還是女生 那 那 我都給他一點下台階 我就說 男生和女生都可以 那 他當然 只是答了女生 那 美水老師的回答就是 他沒試過被女生去求婚 所以他都不清楚他的情況是怎樣 那 那第四條問題 只不過是 問問美水老師覺得香港是怎樣 那我當時的佬呢 就想 龍潭虎穴 但是美水老師就很友善親切地說 香港的食物很好 那這個很好的地方 當然這些 都是 客套的說話 不論來自非洲好 美洲好的人都可以這樣 都可以這樣 算了 放過他 沒有了 這個墨西哥可以不可以呢 他說沒有錢人獎 他說沒有錢人獎 那 整個過程就 聽到幾個歡樂 聽到幾個歡樂 有些傻子 傻子 傻子 真的欺負偉大的 美水老師 你們這樣搞 你怕不怕嚇到別人 不夠膽再來香港 是 厲害 我講一講 美水老師 當簽到 不知第一百幾個 未簽到我的 美水老師 就向他的反應 宣洩不滿 他們說為什麼沒有人跟我求婚 哈哈 非常之 非常之 令人啞 口無然 證明美水老師 也是一個非常玩得的 雖然他的樣子 看起來比較斯文 內涼 內涼 但是你看他寫的漫畫 他也是非常歡樂 非常之高興 雖然我沒有簽到其他東西 但是我都有一個愉快的下午 除了簽名 之後還有一個問答遊戲的比賽 那個問答遊戲 是因為簽名的過程 美水老師只顧著拿一支筆寫 因為他很用心 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 每一個簽名版 他都會畫一隻自畫像的貓 所以大家要給點耐性 等美水鏡老師畫 我們自己吹一下水 欣賞一下有一位有心人 他帶了一架卡加米的模型車 我們是貼了水貼 我們叫痛車 我們欣賞一下我們駕痛車 講廢話 那期間那位女主持 就在問一些問題 講一下我怎樣拿到 關公限定的鎖匙扣 事緣 我打算拿第一期給美水鏡籤 那所以我本第一期是隨時更新的 那我回答那條問題呢 就是 阿齒芳和阿小師 覺得 那個朱古力海螺 第一眼看上去覺得它像什麼 那結果呢 很出奇地 我不知道是因為日版的翻譯錯誤 還是那些人真的不記得呢 那有人回答是這個海螺 有人回答是這個窩牛學 但是呢 一路都 一路都怕不到我正學答案 結果呢 我怎樣得到這個獎品呢 其實都是呼之欲出的 我就是 拿起手 揭回第一期過一頁 然後舉手答 背殼 他上面真的這樣寫我 因為他是要跟回中文的 可能他日文是寫海螺 但是他中文譯了做背殼 那些人都不明白 我覺得是這個原因 這個就是做足準備 所帶來的小女孩 這個只不過是 就算一張刺子 一條底褲 他都會有他的用處 雖然我簽不到這個 第一期的Lucky Star 但是我都因為這本第一期 我得到一項禮品 聽起來大家 粉絲 或者不同要求的朋友 入場應該都盡興 我暫時在網上 就真的聽不到多少 說 覺得騙錢 那些的評論 那不是 看你無緣無故 三人都可以看到一場show 那絕對不是騙錢 那我覺得 最被人找笨 就是你本身買了那些 不是的 都說先玩先好 那未必 其實這裏要講一點插曲 好啊 那 其實原來演唱會 那兩天 應該有些人在罵 原來演唱會 後來 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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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 第二場 就是 林妍奧 原來他們後來 好像是人不夠 竟然是免費放人入場 竟然是免費放人入場 那我這些 一早是預訂了前位 那當然沒什麼所謂 但我自己覺得 因為其實 原來後面那些 其實那位就不是這麼漂亮 但他們又給了錢 說位 後來他竟然放人入場 那些他拿的那些位 其實跟那些人差不多 那些人其實有點不值 就是 你為了支持人數 要給多些人入場 另外給了三百元那些人 我覺得很不值 只是給了三十元 但又可以看演唱會 但是如果到時候 那場冷清 又怕影響 是啊 就是這種矛盾的地方 其實很多這些演唱會 很多免費票 不過可能這次 就去 給公眾人士免費 又不是那麼好 通常這些是內部搞定 是啊 他又是在會場面 開咪 可能 C3上太少人了 加上是多次 你要在C3 Star Hall 裡面 挖回一些 排行戰場資本的人 進去看 等到悶 不過我自己覺得 至少如果你買三百元票 坐在前排 都算是值回票價 為什麼整個氣氛 不是 香港人 你聽到南一愛 你在香港不同 你在香港演唱會 就坐在那裡 看廢俠鵬 你是日本歌手 又不是 真的有每一種 跟他自己的跳法 有每一種自己喊法 怎樣和音 我覺得OK 這個就 雖然大家都有少許意見 對今次第一次搞的C3 大會其實他都會 繼續接受大家的意見 他有個email 我晚一點都會 上去我們討論區 那裡 大家有些 覺得值得讚 想他們改進 或者要談的地方 都可以反映一下 我相信來年的CV 會令大家更高 來年會不會搞 還有他有沒有 看看大家反映 有沒有這樣的吸引力 或者你下次想見到哪一個偶像 如果他三天是三本家 第一天是水樹 第二天是田村 第三天是掘江 那大家都可以摸到他 要你去看意見 這個才行 這個真的難得 這個真的 睡幾晚都沒所謂 如果不是他 整個長眉麻生 大家就沒人 立即無言 我們監製在後面 不斷拉我 先說到這裏 超時了很久 大家有什麼意見 或者關於這次大會的問題 我想可以上討論區 大家再去分享一下 多謝今天的嘉賓 我也是嘉賓 多謝今天的嘉賓 極速 多謝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不同的題目 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你要預告的 明晚節動輝節目 第162集 妄想少女遇集 明天再見 拜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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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